到立正在 我会谈到门客秘� głive 与林昭 Mills 然后他过了几天就回复我说,我们老板想把那个开源,所以我就很高兴 然后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公司他们都比较关注销售啊,消费,还有赞助其他的人 如果你想跟着竞争,进行竞争的话,光靠这样的话,那是不够的 因为他们从来可能没有想过传授知识别别,对吧 传道,in China and in other countries,I think 传道授业 is a very important concept 传道授业呢,怎么说,是能够建立起你的邻居力 你觉得呢? 是 因为很多公司,别的公司都在关注那个销售跟那个服务嘛 很少人会想开源啊,这样子 然后你们未来是怎么想的? 嗯,其实我们现在定位的话,就是3D打印,传道授 希望能够把这个3D打印机能够做得更宽一点 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3D打印机来,帮助他的一些学习啊,一些创作方面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一起能够参与一些 就是你卖给国外,现在卖的这么暢销,其他天 然后他们很多,你知道外国人,最主要对他的问题 你要跟美国人,跟英国人怎么竞争,对吧? 跟他们公司,因为他们害怕没有受够支持 就是说他好像一些零件化人,他不懂得什么修 然后如果你不开人的话 他们就是不能够直接在你们那里下载那些ST啊,文档啊什么的 来自己修复的话,就对于来他们购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忧虑 就是在考虑的范围内 所以你们未来有没有打算把其他的物料清单啊 还有那一些,就很想问 我现在也是一个 所以说, now I'm the, I submitted my, as you guys know maybe some of you know I submitted my open source hardware project to the association and if I could be the first one they could be the second one too 我是第一个,你是第二个 你完全就是不需要 很多人以为做那个开源像不要钱什么的 完全是免费的,我只需要就是上传一些资料啊什么到 GitHub 然后别人就,但是开源怎么来说 很多人不是在这些板子上面打一个那个gear logo吗 就是那个开源的那个标志吗 他们根本就不是开源的 但是在那个开源协会里面申请了以后 他们会给你一个序列号的 那个序列号就是这种 你这个项目是开源的 所以你们也可以这样,我就想你 如果你不会的话,我可以帮 If they don't know, I can help them 如果你不懂怎么申请的话 我可能回去跟小米谈 就考虑一下 那你有没有,就是现在是怎么想要对开源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在中国这个市场 其实很多厂家 还有家庭人的比较保守 其实我们也一直也 所谓的那种性质 只是说我们的客人 他可能确实有楼限方面的需求 比如说他需要一些程序 其实我们在社会提供给他 但是说没有完全的 就是放到网上面去做的一个东西 给大家去下载 但是有客户有需要的 他要改进或者说要修改的东西 也会尽量的去支持他去改进 但是对于国外的人来说 他买的时候 因为你们在外销平台有卖你们打印机 好像环球一样的 然后他们买了 他根本就没想过就是他跟社区没有互动 像我们这一种有一点点技术背景 就经常跟社区人互动是吧 环球没有 但是他想 但是他直接搜索名字 他就想找到你们的资料 想直接就是解决问题 不过的及时解决问题是一个 我觉得还是你们需要考虑一下 因为你想你想 那些什么烹饪大师啊 上了电视节目 怎么做秀套的厨艺啊 还写书把他们闭绝公开来 你觉得烹饪闭绝 不是比那个商业模式更容易复制吗 他干嘛还要上电视台 跟别人说这些吧 因为即使他们知道了 你买了不买你的书 还有就是知道了你秘诀 他也不会在旁边随便开一家餐馆 就把你踢出那个餐饮件 那不可能乱 因为在他的领域里面 除了那个烹饪 跟还有那个秘诀 还有很多东西是不法复制的 你们也是一样 所以我强烈的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这么做 因为传授已到呢 不只能见解凝聚力 而且怎么说 更是被你 其他公司因为不会这么做 所以如果你这么做了 很多人就会更加相信你 更加尊重你 即使他不使用你的产品 他依然会是你的粉丝 以我个人经验来说 你看我做了很多DIY的东西 我都没有卖 那他们还是来支持我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你把这些东西都公开了 把叫什么公开了 人人都可以这么做 但他实际上 那是对于你们产品来说 不仅仅是随便 一个人这么DIY做的吧 你看 那这么大的工厂 就是这么多户序 还不可能 就是说完全了解那个步骤啊 还有有你们的资源嘛 所以来说 也是 你可以考 因为也 不是说你把所有东西 就好像你都私底下 你把那资料给客户 他们需要东西 你也不需要完完全全的 但是 好像那些物料清单很简单 其实说跟你们对比 你们还是 如果你们想竞争力加大的话 如果你们在地圈卖的很好 但是那不是太原公司 很多人都会支持太原公司 你只要把你们物料清单太原 然后把一些怎么说 把你们的一些STL 能够打印的 给他们 那就是为你打印的 碰同的一些零件 给他们打印的那个文档 给他们下载 快速你能够打印的 那么快速你能够打印的 大问题 大的问题 可能就 还是要找你们的吗 所以其他那一些 如果 然后你只把提供了这些 你就去申请那个 开源相互 然后他们一定下来 你是中国第二个开源的 因为我是第一个 然后你是第二个 其实这个开源来讲的话 它需要提供的 就是这个 这个物料清单里面 是需要包含完整的图子 还是说是把这个清单 给提供出来即可 然后 一个是清单 第二个呢 当然就是说有一些 易损件啊 这些的话 肯定是要提供STL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是说我们在 机器的解决或是 武器方面 可能没有完整的 把这个图子给提供出来 这种呢 我不确定是不是 有些因为有些 开源的项目呢 它是把CAD图 也全部给开源 你如果想的话 你可以开源 不过不用 他确实知道了 也没有什么 因为他买了你的东西的话 你评测的人 也会告诉他 高度多少 但是他 你想呢 中国 你可能这样 像你们工厂 在这些 制造很方便 对吧 在国外你看那些 很难找出 你们他们 他们想找到 那些什么 都是很难 就是对他来说 不可能知道 你们这个东西 马上去工厂里面 做做做大批量的 就是生产制造 为什么 国外贵啊 那些劳动力 好劳动 因为他们的劳动效率呢 是 这一边就要高一点 但是他收费贵啊 他的劳动力贵啊 然后工程师也是很贵的 和这边的工程师 很聪明 因为中国的那个 怎么说 那个消费的水平不一样嘛 所以呢 我还是希望你 还是考虑一下 把东西开源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要请你的同事 手下 下手来联系我就好了 我很高兴今天来 你邀请我来参观你的公司 好 就这样吧 回家我点击一下 然后回家把 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们找我 有什么问题 还有要问的问你 好 谢谢 这个牵挨otherapy 那些店主上 你真是因为 那些人 这个牵挨一个 但是就是 这个牵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